怀斯曼的体测数据到底有多接近张伯伦 静态天赋方面 怀斯曼的专线身高为2米16 臂展达到了2米29 战利摸高高达2米85 而张伯伦的身高同为2米16 臂展为2米34 战利摸高为2米9 从静态天赋可知 怀斯曼的各项数据仅比上股神兽张伯伦差一丝丝 动态天赋方面 由于怀斯曼没有参加过任何NBA官方的联合视续和体测 所以还没有官方数据 但是他在大学时期记者报道的文案是这么写的 怀斯曼至少可以跳到离地12英尺左右 这也就是说怀斯曼可以原地起跳摸到3米65左右 根据10到15厘米的增值来推算 怀斯曼的珠宝摸高应该在3米75到3米8 而张伯伦的弹跳 坊间有传闻说能达到1米2左右 显然这有点天方夜谭 根据这张照片可知 张伯伦在原地起跳的情况下 头并没有做到瓶框 这和怀斯曼在大学时期的测量视频 观感几乎完全相同 在怀斯曼和张伯伦的对比中 怀斯曼的协调性和爆发力 以及各项细节体测指标 肯定都不如张伯伦 但在身高臂展和弹跳方面 怀斯曼已经有了张伯伦的基本国情 不过怀斯曼虽然有着如此出色的身体天赋 他还是被勇士和活摘双双弃用 进入NBA3年 怀斯曼的挡差还是和王哲林一个水平 防守端永远卡不住对手中方 在进攻端更是能帮库里把掩护打成包夹 从学习能力来看 怀斯曼的球伤几乎就是NBA垫底的存在 怀斯曼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一位内线球员在技术粗糙的情况下 还缺乏征战NCAA的履历 那么他将极大概率会成为首获 最后各位认为 把现阶段的怀斯曼放在CBA 他能打得明白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